花蓮省生命省協会这个星期假日 号召了许多企业社团共同来举办爱心捐血活动 花蓮捐血中心除了办法感谢状也表示 虽然疫情稍微趋缓 不过目前血液的库存还是不足 捐血中心表示 即使是确诊的民众 只要已经康复 14天之后呢 依然是可以捐血的 请大家踊跃晚秀捐书 花蓮捐血中心表示 即使目前国内疫情稍微趋缓 但是血液库存量还是不足 需要大家踊跃捐血 但是呢因为用量还是很高 所以我们现在的那个安全库存量 大概就是只剩下五天 那现在就是A型跟O型非常的缺 都只剩下两天到三天的量 还是希望我们那个民众 能够踊跃出来捐血 虽然有确诊 之前我们确诊率蛮高的 但是确诊之后你只要没有症状 满14天之后我们就可以捐血了 那如果有症状呢 只要症状我们痊愈之后 也是满14天就可以捐血了 那所以不管是曾经确诊 还是不曾确诊的民众 只要身体健康 我们都能够捐血 欢迎大家一起来捐血 为了疏解血荒 花蓮县生命县协会 号召许多企业与社团 在这个星期假日 举办了联合捐血活动 实际上在很多医院 因为血荒的关系 很多的民众需用这个民众的捐血 来支持这个医疗开刀啊 手术啊的用途 那花蓮县生命县协会呢 了解到这个我们现在还有些民众 在开刀啊 医疗上需要的用血孔集 于是跟我们花蓮县的这个捐血中心 来捐血站这边密切的合作 来号召我们花蓮县民 能够贡献自己的爱心 贡献自己的血 来帮助我们在地的需要血的好朋友们 那捐血一带救人一命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益的活动 花蓮县生命县协会动员能力强大 一整天时间有许多的会员和伙伴热情相挺 各社团企业也都大方的准备 丰富精美的捐血礼 感谢每一位爱心捐血人的热情捐输 戒律会换室报道